高雄县市合并之后,市议会就签到凤山新旨到现在已经12年了 由于旧市议会见证高雄地方自治史和战后民主发展历程的重要场域 因此采取新旧共荣的概念,以公办都更的方式进行修复和改造评选实施者 位在高雄中正路的高雄市旧市议会 其实是见证高雄民主和议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标 在12年前它迁往了凤山的新旨以后 这地方就是成为一个发展的中心 所以说在于市府的一个努力是下落化万年的公办度更 在新旧共荣的概念之下 这一家受险公司计划将就市议会后方的高峰大楼 改建为金融新创大楼 呼应中正路过去素有金融银行产业搭造的美名 希望能够发挥产业群聚的特性 提供新创空间、共享办公、商业服务等多元机能 提供民众一个新的公共场域 台湾人寿获得最佳申请的资格以后 它会针对于旧市议会后方的高峰大楼 去打造成一个全新的金融中心 这地方也是变成一个文化局打造文化度更的一个指标性的案例 因为包括了我们后方的高峰大楼 会由台湾人寿打造成一个5G的AIOT的金融中心 对啊 这边银行都是大银行 对啊 台银总行在这里 那个高雄分团在这里 这里是原来的河库 那个什么农营的本行也在这里 而封闭的议事厅空间将由文化局改造为公民广场 借由空间解放落实代意政治 蕴含的民主自由精神 整合成为民主议事馆 与周边历史博物馆和劳工博物馆形成城市重要文史良代 然后在前方的话会由我们文化局来展造成一个民主意识的意识馆 然后规划相关的展示功能 并拍放给民众使用 未来的话在救世纪会的话 它的功能性其实已经不只是是意识殿堂了 会变成一个公民的议政的广场 然后所以说它为未来的民众的使用的话会更加亲近 可以那个比较繁华不会造成脏乱 这项高雄首创的文化都更案 预计今年第二季完成签约 将成为一处艺文和商业共融的崭新地标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导 我会太不可靠 Now ermo visualization 高雄 我会太太下方忘记了 fibers不装